这个户长要注意了 烧钱的时刻来了 民生用品是不是掌声响起 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呢 有人说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来保值抗通膨呢 因为这一两年因为新冠疫情 加上了后来的俄乌战争 加上还有绿能碳关税的问题 所以呢 现在什么物价都涨的情况之下 看到中华民国不动产代销工会全联会理事长谢昆成就说 政府虽然是在打房打得很痛 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房价绝对是不会跌 回不去了 所以呢跟通膨共存的日子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终极手段呢 好我们看到这个物价呢 包含了除了电价鲜奶 还有呢烘焙原料什么全部都涨之外 现在连美式卖场的卫生纸也开出了第一枪 也涨了太多了 一年之内涨了三次 自由品牌卫生纸呢 已经涨到了从335365到389 一串涨到了389块钱 今年第三度的调涨 所以呢学者就很担心了 鲜乳卫生纸这些都是民生物价指标 加上了现在电价也上涨了 恐怕会导致连锁的效应 所以接下来恐怕会是万物起涨 而下一波涨价的名单很可能就是奶油 糖这些烘焙的原料 另外呢中油公司也宣布了 今年呢预估亏损恐怕会达到2000亿元 对于是不是要调整油价呢 现在正在密切的观察 美式卖场涌现 人潮不少人来抢卫生纸 因为又涨价了 美式卖场自由品牌 开出卫生纸涨身第一枪 涨价到一串389元 一年连三次涨价 涨幅超过20% 原物料上涨进美式卖场后 加勒服表示 自由品牌卫生纸同样面临成本压力 内部对于是否涨价持续沟通中 全联爱买则未收到卫生纸涨价通知 不过卫生纸大厂已经蠢蠢欲动 正龙表示卫生纸涨价 是在必行一定要涨 永峰时则说原物料上涨是国际趋势 但会密切观察走势 目前尚未调涨 不止卫生纸 有业者透露下一波涨价名单 包含奶油 奶粉 面粉 糖等烘焙原料 而对于先入卫生纸相继调涨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直呼 现在就是担心这个 指标性民生物资都上涨 加上7月起调涨电价 恐万物起涨 恐怕今年物价指数不乐观 电价上涨后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 因天然气影响 累计亏损超过800亿元 预估今年恐亏损达2000亿元 是否会调整油价 国际通膨压力日益 国内若在万物起涨 恐怕民众荷包将大缩水 藉由黄俊阳详于台北采访报导 什么都涨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要先抢先赢 有人买奶粉买到哪里去 这个地方还真的蛮特别 因为日前有盗刷集团 在外送平台大量订购了 婴儿奶粉 到台中一处无人的空屋 所以整批的奶粉 现在遭到地检署 委托行政执行署来拍卖 法拍 因为最近也传出 像是饲料涨价 现在也要涨价 所以很多的家长都担心了 那下一波就是烧到奶粉了 奶粉的价格 因此趁着这一波的法拍 赶快出门要来抢便宜 大批婴儿奶粉摆上桌 统统都要法拍 假如说现在物质上面 都不断地上涨 家里有小孩 需要用到这个奶粉 家长冲过来 瞄准便宜奶粉 这一罐有的市价700多 有的甚至快要1000元 家里有小孩的 餐餐都要喝 长期买下来 荷包大失血 法拍的价格 比市价便宜许多 再加上最近落农业 饲料涨 鲜奶也要涨 家长就怕下一波 烧到奶粉价格 因此纷纷赶过来 捡便宜 有家长400块 就拍到一罐奶粉 等于只要半价 而会有这场法拍 主要是今年2月底 有盗刷集团在外送平台 大量订购婴儿奶粉 到无人空屋 遭外送员起疑报警 大批奶粉因而遭到查扣 物价高 家长省钱 瞄准法拍奶粉 能省多少 是多少 记者黄翔 富王世函 台中报道 荒野近日报报道 拜登最快在一个礼拜之内 会宣布取消部分对大陆的关税 而另外一方面 拜登近期也推文 呼吁加油站业者降低油价 这一番的言论也遭到了批评 美国油价居高不下 导致通膨不断飙涨 民众叫苦连天 拜登推文再次呼吁加油站业者 降低油价来反映他们购买的成本 不过一番言论引发批评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推文嘲讽 拜登的言论如果不是在误导 就是完全误解基本市场动态 华尔街日报也批评 长春藤毕业的拜登 竟然会发表如此无知的言论 文章指出 大型炼油厂只拥有 全美5%不到的加油站 而超过6成都是由个人或家庭经营 其余由连锁店拥有 在每家论汽油只能获利数每分情况下 多数加油站主要靠卖食物和香烟维持营运 拜登的要求根本没将 加油站业者的存活考虑进去 不过面对通膨高涨 拜登可以说是穷途末路 华尔街日报报报道 拜登最快一周内 对中进口商品关税 不过针对是否取消对中关税 拜登政府迟迟达不成共识 财长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 主张取消关税有助于降低通膨 但贸易代表戴琪以及国安顾问苏利文 态度则较为迟疑 戴琪认为取消关税将减少 未来和大陆谈判的筹码 5号上午也传出叶伦和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进行视讯通话讨论全球经济 双方皆强调中美的公通协调 对于全球经济意义总大 刘鹤也表明高度关注美国取消关税 不过白宫团队尚未达成一致共识 经济学家也认为此举对降低通膨其实帮助不大 又将减少对中谈判筹码 是否取消关税 拜登似乎陷入两难 记者刘嘉宇报导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物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数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种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 我们下期再见